文化問 要真正認識和了解最緊要肯問 文化問教會兩代目者篇 繼續有Savia在 我們上一集講過教會活動 其實活動之前 宣傳兩代同樣 也有很多分歧的看法 年輕人說到 貼文章、派單章等 但長輩們仍然希望做 又要年輕人出去做 他們覺得不合理的事 當然是年輕人出去做的 你覺得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有的 我以前在教會 曾經有兩個暑假 在Tri City 福音遍傳三聯士 敲了或派了 接觸過三千個家庭 敲門、招呼 派單章、報道 都會有人信耶穌 不過其實這個方法 真的不合理 第一 現在人們對陌生人 按鐘 其實多數都不開門 我教我媽媽也是 陌生人敲門 千萬不要開門 但對很多人來說 這些敲門的報道 還是覺得有用的 一定要做 因為二端都做 二端都做 沒有理由我們不做 一定要繼續做 雖然我都敲了很多門 其實果效是很少的 真的說真的 不過就是 走了一整天 一定要做些事情 但其實果效怎樣 真的開門的人很少 甚至乎這麼短時間 要降福音 有時候很多人 是對基督教反感 借一些議題 就罵了這些 所以其實果效 真的不是最好的 這個方法 Savia不如問問你 既然你都說 派單章 或者敲門 這些事情 其實已經不是太好 在年長的一輩 對他們仍然選擇去做這些事情 仍然覺得不應該放棄 你覺得應該怎樣跟年青人去說 或者跟年長的一輩去說 怎樣可以找回一個的 common ground 大家可以在這一方面溝通得到呢 我想現在的人的很多研究都說 一個人信耶穌 都起碼有人跟他說過 超過十次以上 這個是最保守 很難的 一張單章 就會信耶穌 本來單章本身 都有他的限制 信息都可能 有一兩個重點 其實人最重要是什麼呢 互相去接觸 聆聽不信耶穌的人的問題 其實這個互動是重要的 派單章 派了 做了一些事情 對未信耶穌的朋友來說 可能他有很多問題要問 或者很想透過一些互動 認識信耶穌的人有什麼不同呢 很多人就算不信耶穌 可能他是拜佛的 或者是穆斯林的 或者是印度教的 很多人都很敬虔的 你給人單章信我吧 反過來 有時候見到一間教會 有一個人在你教會門口 他就是用來派信觀音的 我也覺得很反感 在我教會中派信觀音 我都很反感 即是很拒絕 這一樣 我也是把單章塞給人家 或者派給人家 以為這樣就傳了福音 你不信嗎 你心硬而已 其實這個方法 其實今天真的對很多人來說 一來反感 還有真的沒有效果 今天更加多需要 可能是透過服侍 很多人都說今天 不是未聽過福音 而是未見過福音 如果有人見到信耶穌的人 他的生活 行為 愛心 透過服侍 我相信人對福音的看法很不同 其實都是的 我想傳福音這件事 我想回到教會的人 都會很深信 這件事 就是 不只是單單說一次兩次 是一個生命的見證 但是既然是生命的見證的時候 當我們要去 所謂的傳福音的時候 其實現在在這個年代 你覺得是不是 需要更加多 我們自己付出更多 我們走出去更多 進去這個社會 才能夠傳到福音呢 是的 譬如說 我們去到 譬如我星期一 現在當然不能去 在疫症之前 我們逢星期一 去老人院裡面 逢星期一 下午1點鐘 跟老人家唱詩歌 講短信息 有時唱聖誕歌 跟老人家 真的很多 老人家 有些不信耶穌都來 聽聽聽聽 信耶穌 他們看到你們 每個人都來 做義工 我們不收錢 關心他們 或祈禱 聽他們聊天 慢慢建立了關係 慢慢看到 信耶穌的人是不同的 慢慢緣以開放的心 看著信耶穌 有些可以幫他洗禮 可以要深耕世作 好像耕田 有時要鬆土 落種子 淋水 慢慢才要成長 其實這年代 很多人喜歡促成 傳福音很難促成 需要付代價 給時間 跟對方建立關係 讓對方透過你的生命 見證 你的服侍 看到信耶穌的人很不同的 譬如現在 相信做得比較好 其實是啟發課程 幾好 十二堂時間 每堂 我們都會討論 聽他們討論 聽他們的分享 當然有個主題 有時說 聖經是否真的 人生為何會有苦難 耶穌是誰 很多不同問題 透過十二堂 一起去探討 不是一個訊息 二十分鐘講完 信不信耶穌就算了 十二堂之後 對方不信 有十二晚時間 我們一起聊天 探討人生問題 十二堂之後 他不信耶穌 我們都是好朋友 將來可以繼續吃飯 繼續同行 探索生命的奧秘 很有意思 就不是說 報道會這樣 講三十分鐘訊息 決不決志 決不決志 都覺得對方未準備好 都會有這樣的看法 覺得對方心硬 對方未準備好 有沒有想過 可能我們指教會 其實做的功夫太少 以至對方 今上 叫人做一個人生 這麼重要的決定 我們做少許事 說幾句話 就希望扭住別人 信耶穌 或信未信耶穌之前 幾十年的人生價值觀 其實很難 其實我們說了這麼久 原本我們就是 說活動的宣傳 但其實我也覺得 活動的宣傳 和傳福音都很相似 因為始終我們都是很想 將很好的禮物 傳出去給別人 但剛才你也說到 太過覺得要促成的時候 就很難做到那個果效 如果你自己 譬如你所認識 或者你所見到的年輕人 因為其實我們普遍覺得 現在這一代的年輕人 就是最喜歡促成的 其實在教會裡面 有沒有看到這樣的情況 都有的 聽到很多見證 一看到單張一讀 就信耶穌 或一說就信耶穌 實際上我也試過 有些人我一說 他信耶穌 不過這也是極其 極其 極其 少數的例子 我們不應該把 個別的例子 放大了 變成一個常例 其實真的很多人 聽很多次 問很多次 才去信耶穌 我相信今天我們 不要年輕人 有時大人都是 有時都會 希望說兩句 找牧師說兩句 就信耶穌 其實很難的 對方可能會變成很多 對福音的誤解 甚至乎很多的偏見 很難我們說幾句 對方就完全扭轉過來 其實不行的 真的有時更多 我們需要聽聽對方 對方究竟對方信什麼 對方究竟有什麼問題 好時我們很緊張 我們快快手數 說很多我們想說的話 但很少去聽聽對方 他信什麼 對方究竟有些問題 有什麼問題 那時候 我們需要更多 花時間 聽對方的信仰 甚至問對方信仰問題 就不只是說 我們那一套 單方面傳說我們的訊息 所以促成 不要是年輕人 有時大人也是 其實現在年代很難的 特別在溫哥學城市當中 很難說幾句 就信耶穌 所以大家都要給耐性 給時間結合關係 去聆聽對方 人生很多信仰的掙扎 非常認同羅牧師所說 全福音的確是需要深耕細作 有時候真的欲速則不達 從活動宣傳到全福音 傳達的其實不單是一個活動 或者一個福音 而是人與人之間的一個希望 和一份愛 這兩樣東西都是一些需要了解 和認真聆聽 才能夠容易明白的 而其實兩代的關係都是一樣 的 有關 我們會不會 發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